毛泽说 我从来不梦想 我只是在努力认识现实 戏剧家洪森说 我的梦想是明年赤苦的能力 比今年更强 罗逊说 临身最大的痛苦是 梦醒了 无路可走 苏格拉里说 人类的幸福和欢乐在于奋斗 而最有价值的是 为理想而奋斗 别人对你公不公平啊 我不管 你要对得起你自己啊 只有聆听到自己的内心 才能将你引下正确的方向 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 我一定会争口气 并不是向你证明我多了不起 还是要把我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你就这么不在乎自己的钱呢 你是学生不起 饭吃不起 婚也结不起 房买不起 娃也养不成 你每天就是做一件事 那就是什么都不做 你来做好一点 你也不愿意 我觉得你这人生就这样了 你一辈子就完了 你知道吗 我不想听你 你还敢叫嘴 你还敢叫嘴 我干嘛 我想考清华大学的金融专业 我当演员 我想飞 我没有理想 我没有报复 如果今天我们在学校都要说假话 那明天我们走向社会 车不都乱套了吗 不要把全世界 都放在自己的肩上 是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吧 生活是漫长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 做了一个错误的距离 你就肯定彻底性的金融 没有过去 才有现在 人生总会遇到一些选择 要用智慧和打破做决定 书念的不够多 就要把事做好 人呢 一共会找到三次 第一次 是当你发现 你不是世界的中心 于是你开始努力 第二次 是当你无德为力 却还拼命争取的时候 第三次 是当你发现自己 已经站在世界中心的时候 你不想成为世界的中心 你的人生你明白了吗 我发现自己的资源 你还能发现自己的资源 我发现自己的资源 我发现自己的资源 我发现自己的资源